這中間的重點當然還是在這個 立法院的韓科大鬥法 韓國瑜和柯建民 精彩了好不好 其實應該是說昨天 昨天的朝野協商 因為昨天朝野協商 我先講結果 三個小時 結果一事無成 所以留到今天做表決 昨天這個現場很精彩 包括很多媒體像下的標示 韓國瑜新好類 黨團協商出殺招 倒數中 韓國瑜在現場有喊說 我很憂心 想要降低劍拔弩張的 氛圍 主要是因為韓國瑜說接下來這個發言的 時間 還有次數應該要有所限制 那韓國瑜講 連續幾次朝野協商氣氛都不融洽 對立法院朝野對立的現況感到憂心 希望能夠進一步建立一些規則 他建議朝野協商 都會計時 一次 五分鐘 如果要發言可以徵求二次發言 這樣應該會讓 會議的效率高一點 敬拔弩張 少一點 老柯 柯建民就說了 這麼久以來都沒有時間跟次數的限制 在談法案時沒有限制 主席要 斟酌一下 吳思堯呢 也幫腔 要保持朝野協商對話和諧 不能凌駕國會規則 也不能夠凌駕憲法 不能把慣例變成惡例 一人發言50次 都不嫌多 好 這個部分 規則要限定這個發言次數和時間的部分 國民黨團是表示贊成 支持韓院長的決定 那麼藍綠黨團的幹部就開始了啦 一來一往 互批對方 含願長就說 吵得不可開交 那韓院長就說 大家試試看 今天可以讓 會議進行效率高一點 今天是要建立一些典範 包括了時間 參加對象發言內容等等 那這時候呢 老柯 柯建民還是持續質疑 立法院呢 要這個實踐 民主程序的正義 那就在那邊一直 本來就一直打斷 一直插話 那這個時候呢 韓國瑜就說 謝謝柯文哲 柯總召善意的提醒 這是韓國瑜的口誤 接著韓國瑜再詢問各黨團 是否同意發言 一次5分鐘 講完之後可以再提出 第二輪發言 國民黨團當然是同意的 可是 民黨這邊無事要說不同意 那這個 韓國瑜就說 那如果對於某些委員會 招委要列席說明 如果一個黨團提出來 其他黨團沒記見 就可以同意吧 這時候 老柯就說 周萬來 給韓國瑜創造出 主席的權利 什麼時候來立法院 開會要主席你同意啊 這根據什麼法律 周恩來 這次是老柯自己口誤 你應該要好好的 不是去設計這種 霸王條款 那當然這個部分 韓國瑜也有回應 他說嚴重誤會他了 這個部分我等會會補充 不過先看到這邊來講 一來一往 其實你會發現 就是因為 老柯一直講鼓嘛 結果講鼓到 把自己 把韓國瑜通通搞昏了 什麼柯文哲 周恩來通通來了 你剛剛其實呢 先會講了一個重要的重點 這本來應該是昨天下午的協商 三個小時沒有任何結果 所以才拖到今天再來協商 那我覺得這件事情 我們關鍵點是在於 先不要看藍啊 綠啊 或者是白啊 支持者怎麼看 而是一般民眾會怎麼看 因為會覺得你們這樣子 長篇大論 然後最後一事無成 你認為民眾能夠接受嗎 我覺得這是第一個關鍵點 就是民眾心裡頭 要的立法院協商 是什麼樣的協商 你好歹有一個結果 就算說協商無果 冷凍一個月 那也是一個結果 那或者說我協商呢 可是呢誰不贊成 誰反對 所以呢我們就交付院會表決 那也是一種協商結果 可是絕對不是說 用那一種拖延戰術 大家每一個人啊 就是話說不完啊 然後呢用這樣的方式 好我這邊提一點 朝野協商不是憲法規定的 朝野協商甚至於不是立法院的 相關規則規定的 朝野協商 當初就是因應這一種 延宕沒有決議 而設計出來的 額外的一個規定 那個時候 其實大家如果有 有印象 對不起啊 我想大部分應該沒有人印象 我一定要說沒有印象 才可以 對不起啊 出賣一下 我跟南學兩個人可能有印象 因為那時候呢 包括民進黨 包括那個時候的新黨 他們 寄出了那個在運勢規則上面叫做 費力把勢托 那個是一種 英美式的一種 就是拖延議程的方法 那是把那個英文名稱 然後固定把它翻譯成為 費力把勢托 什麼意思呢 就是 反正我上台去 我就用輪方式的這樣發言 然後呢 就疲勞轟炸 我就霸佔著 議會的那個議事台 我一講 兩個小時 三個小時 四個小時 他們甚至於呢 在歐美還發展出那一種 就是 月球漫步 上議事台 就是用 很慢 很慢的方式 然後呢 光是上一個議事台 他就可以花個十分鐘 然後才能夠上議事台 然後接著一講 一講 可能講三個小時 四個小時 然後費力把勢托 這個其實是阻撓意識發展的一個很重要的一種 你可以講說 這種算是磚漏洞的一種 一種議事的這種程序 好 所以當年其實很早 之所以要設計出草野協商 就是要避免這種費力把勢托 所以呢 好吧 那這樣子的話呢 我們與其 要在議事上面這樣攏長的發言 那時候就常常通宵開會嘛 對不對 那時候 我其實印象很深刻 那時候我們半夜都必須要去支援立法院 因為他很多的法案 拖到凌晨4點5點6點才 整個通過這樣子 然後等到 完全挑燈夜戰了 對對對 然後已經是大家精品禮節了 所以沒有什麼規則 所以在那種情況之下 創造出了草野協商 但是 現在的草野協商 又出現了這個費力把勢托了 那你看到柯文 柯克對不起 柯建民 柯建民 我自己覺得說 過去呢 我們在跑立法院的時候呢 柯建民給我的感覺就是 講話永遠含著一顆乳蛋 所以永遠聽不懂他在說什麼 他最近好像 突然說話都說得很清楚了 但是呢就開始漏漏的 長篇大論 長篇大論 然後霸占 所有人的時間 這很重要 只有你的時間是時間嗎 別人的時間不是時間嗎 那如果你真的希望能夠 發展出一定程度的效率的話 那你這種費力把勢托 請問一下你傷害的 是 你自己而已嗎 還是別人的呢 別人的時間 還是你傷害 是整個立法院的形象 所以 今天韓國瑜做的事情 他本來就是在一個 條文之外 的一個慣例當中 去尋求一個 避免被一個人綁架的 很重要的一個機制 這有什麼不對呢 所以 你就分兩個部分 第一個在 你去看他的由來 然後你要拖時間這件事情 原本就是錯的 然後接著你再來看說 這件事情跟民眾的期待 民眾當然期待說 你們談出一個結果 那如果真的談不出結果 民眾現在至少已經學會了一件事情 我們 不要在街頭上 數拳頭 我們要到意識場上 數人頭 這不就是 基本的民主嗎 這還不到說什麼完美的民主 這不過就是 基本的民主 我覺得現在 柯建民也好 吳四瑤也好 他們要示範一個就是 什麼叫做連 基本的民主的ABC都不懂 那我覺得 韓國瑜這一次的 直球對決 我們等一下會談到那個 網路溫度計 就是好感度啊 什麼等等的 這樣 我覺得 韓國瑜的好感度要往上升了 這要感謝柯建民 還會繼續升是不是 韓國瑜 我覺得 這件事情 至少會讓他高人氣不醉 因為 韓國瑜實在是一個 沉默寡言的韓國瑜 現在的韓國瑜 現在 現在 應該承認他 現在這是一個沉默 他真的很少發言 可是問題是 他的人氣度就一直居高不下 他偶爾像今天這種溫馨 輕鬆的場合 他就當然就是 還是韓式幽默會出來一下 沒錯 可是就是他不是一個 就是 不斷的用各種議題來創造聲量的 這一種立法委員 他不是 他沒有 他不接受訪問什麼都不做 結果他的 不管是他的這個 人氣度啦 聲量啦 或者好感度啦 都是 就是所有的立法委員當中最高的 我覺得這裡面可能也拜一個 無理取鬧的柯建民之次 因為剛剛鳳京姐有講到說 那老百姓怎麼看立法院呢 我就說這幾天我們有去做街訪 那很多人也包括年輕人 就直接說 覺得立法院吵吵鬧鬧的 那只要看到新聞裡面 標題有立法院 直接跳過 好不好 可是因為現在 如果說這是 老柯柯建民的拖延戰術 這樣到底有什麼好處 藍軒 我覺得現在 立法院裡面因為民進黨還面對一個 嘲笑野大 自己等於說8年來 第一次上市了一個完全執政在立法院多數的一個局面 所以他們現在基本上是逢寒必反 我覺得他基本上心態是真的這個樣子 所以你才會發現說剛剛鳳京講了很多 就是說你並不是言之成立 就是說對民進黨來說 他過去呢就拿著民主大旗 他說的話的話呢就是民主 他說的話呢就是改革 他說的話呢就是進步 但是現在的話呢你會發現他一切的反對 背後的理由呢都 不值一博 坦白講就很容易就會 就可以駁斥他 剛才鳳京講這個是包括國事論壇 國事論壇的話 像你看那個美國的眾議院 他們連他們自己的議長 麥卡錫在過去這幾年 他說他最攏長的發言 他發言多久 8個小時又32分鐘 他就是要多言 但是我們剛剛在講的這個部分 還不只是國會電堂 我覺得他是更關鍵的朝野協商 為什麼要朝野協商 法案 很多法案他可能彼此之間呢 有不同的意見 所以需要大家坐下來 然後的話呢 尋找出一個 人民的最大共識 跟人民所需要的一個最大福祉 而不是你各自的立場表達而已 但是呢 事實上現在最關鍵的朝野協商 我們幾乎都是 合格言而是 坐下來 你講你的 我講我的 都沒有任何的交集 你要說講了半天之後的話呢 各自表達完意見之後 表決 所以所有東西就變成 只有只能夠表決 沒有任何的一些可能 妥協的 溝通的 協商的 各退一步的那麼一個空間 所以我覺得這部分是立法院裡面 另外一個非常重要 非常嚴重的一個問題 就到底我們要立法委員做什麼 當然立法委員除了反應民意之外 他必須要制定法律 他必須要去監督 整個政府的一些相關的提案 那你是 如果說 每一個人都是鐵板一塊 每一個政黨都鐵板一塊 那坦白講 你還不用講話 我就知道你的立場了 那我們的 政府如何可以用一個集體智慧 去推動一個適合人民的法案 所以我覺得很多事情本來就是 大家共同的集體智慧 然後呢你可能推量一點 我可能推量一點 你補充一點新的 我補充一點更進步的 那你凝結出這樣的內容來嘛 所以我覺得朝野想像這件事情就是 他的重要在這個地方 但我剛才也講了 現在立法院裡面基本上就是 何個言而知 那偏偏大家又是因為是為了 是要留下紀錄 為了就是要 強化自己的立場 所以他就講非常長 非常長 那所以呢這樣的狀況來說的話 為什麼今天韓國瑜要提出來說 5分鐘 他我覺得大家要特別注意 因為他一講完之後的話呢 不管是柯建民 或是吳思堯 就說你反民主 反民主是不讓講話 叫反民主 他不是不讓講話 他說請你發言短一點 有效率一點 精簡一點 5分鐘可以嗎 而且不是說只能夠發言一次 你先發言5分鐘 如果你沒講完 等到大家都發言完 一輪之後 三檔 目前是三檔 那你再來說 不好意思主席 我還是沒講完 我要再發言 你可以再發言 所以我的意思說 目前看起來 這樣的一個機制 沒有不讓你發言 而且沒有說 你只能夠發言 一次而已 那為什麼這是反民主 所以你會發現 柯建民他就是 為了要反對韓國瑜 提出來的建議 他就什麼東西 胡亂主張就出了 更何況回過頭來講 大家記不記得 邱吉爾有一個名言 他說民主事實上是一個 最糟糕的制度 在一切的制度 都適用過後 所以 最糟糕當中 至少是一個 其他更糟糕 這個還是很糟糕 他強調的糟糕在哪裡 就是沒有效率 民主是一個 最沒有效率的制度 但是你必須要承認 他除了沒效率之外 他基本上來說 是可以反應民意 可以去協調 可以去協商的一個空間 那如果說我們今天民主 維持他的一個 精髓 核心價值 然後又可以改善他的效率 是不是更好 當然是更好啊 最近韓國瑜在做什麼事情 就企圖讓 整個地方院裡面 還是維持有一個民意表達的空間 但是我們讓整個效率 進步一點 所以我覺得這個部分 為什麼不能夠談一談呢 而且我覺得推一百步講 如果你覺得這樣子的一個節省效率 節省時間的方式不好 那你挺你的嘛 你總是回應民意 民意覺得你立法院沒有效率 而且每次 整個立法院裡面 只要進到朝野協商 基本上就沒有在協商 就是 坐等一個月之後 直接表決 就這個樣子嘛 那這樣到底有什麼意義 那我乾脆你直接廢掉 朝野協商 直接表決 是不是 所以我覺得 其實朝野協商 有朝野協商的意義存在 那如果說你真的要讓他的意義能夠發揮的話 你就必須要讓他具有效率 否則昨天三個多小時 然後一事無成 你覺得大家都行前沒事幹嗎 對不對 我覺得 你就覺得大家都行前沒事幹嗎 所以光是我要看你這個 三個小時的時間 我都浪費時間 所以我覺得對於立法院來說 我覺得韓國瑜這一次的感覺起來 他就有點 想要洗心革面 讓大家覺得說 以前他可能是用一種比較是 擁有這個群眾魅力式的一個 政治人物的方式來 來讓大家喜歡他討論他 我覺得他現在是 試圖扮演一個國會議長的角色 國會議長的角色要動腦 我坦白講 我覺得他 你看得出來 他有用心用腦 想要來讓整個立法院 更能夠回應民意一點 能夠更有效率一點 能夠更成 成就一些事情一點 那我覺得在今天這樣的討論 我覺得是很有意義的 只是民進黨 還是用老方法 用所謂的反民主的老套 來回應這個事情 我覺得非常的可惜 好 歡迎 大家好